一场突如其来的高温改变了整个世界 原本最亲密的爱人犯起杀意 逝去的父母突然起死回生 藏于暗处的溢变人类 变得嗜血如命 在这危机四伏的废土之上 人类又该如何生存下去 麦当劳里两个女人正聊着天 女主039向闺蜜朱美说道 朱美 我觉得我男朋友好像想杀我 朱美皱了皱眉 有些迟疑地问 怎么了 你和男友吵架了 039摇了摇头声音低沉地开始解释 这还要从三个月前我们开始同居说起 但夜里 我有些口渴 于是打算去倒杯水喝 结果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把我吓个半死 我立刻就开了灯 这才发现竟然是男友 后来他和我解释说他从小就有梦游的习惯 可是在这之后 我就总感觉他在背后叮咚我 眼神就像猎食动物盯着猎物一样 让人不寒而栗 而且我总觉得他好像对我隐瞒了什么 朱美听完 笑骂道 小九 不是我说你啊 你看看你 普普通通的灰姑娘一个 有啥让人家贪图的呢 你再看看你的男朋友 不仅颜值高 性格好 还超有钱 简直就是女人梦想中的完美男人 我觉得吧 就是因为你两条件差距太大 才会让你一神一鬼 我看你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 说着两人便打闹在了一起 回到家 小九望着空空荡荡的客厅以为男友不在 随后一屁股躺在沙发上赶砍 还是家里的空调两段 这时 小九身后传来密集的脚步声 他正欲回头 男友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朝他递出一串钥匙 告诉他这是给他准备的惊喜 正当他疑惑地想要询问 男友解释道 因为今天是世界末日 所以想你心情好一点 在快乐中死亡 才会很美妙啊 哈哈 开玩笑了 主要是担心你没有车会不方便 怎么样 要不要下去看看 小九想了想外面那炎热的天气便拒绝了 男友挑起小九的下巴 深情地看着那诱人的红唇正欲开始打扑克 却被小九以今天太累婉拒了 只能无奈罢手 傍晚小九躺在床上思索着 难道真的是自己多疑了吗 随着黑夜渐渐来临 男友轻轻推开房门 望着熟睡的小九 眼神里露出了嗜血的光芒 这个男人因为末日即将来临 竟然想吃掉相伴多年的女友 半夜正在熟睡的小九 突然被一双冰冷的手给冻醒 一张雪白的脸悬在他面孔正上方 两只黑窟窿式的眼睛正直勾勾盯着他 望着男友突如其来的脸 他强忍着恐惧 颤声问道 你又梦游了 男友在黑暗中露出诡异的笑容 我清醒得很 沉默片刻 小九感受着空气里的热气 还以为是空调坏了 这时男友走到窗前解释道 电力负担太大 看起来全程都断电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拉开了窗帘 时间到了 小九 有些事情得告诉你了 我叫人男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来自另一个新世界 想必你也看了新闻吧 世界各地温度一直在攀升 而这种升温将不会停止 他会一直升高到 将这个世界变成极温地狱 万物灭亡 十几亿人都会因此而死 而最终存活下来的人 都会进化出不同的能力 成为进化者 小九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陌生的男友 你在说什么梦话吗 梦话 难怪 对你来说确实挺突然的 屋里还残留着空调的凉意 所以你感受不是太深 既然这样 说着男友拿起地上的凳子 朝着落地窗杂去 从未体验过的热浪裹着玻璃碎屏 席卷进了房间 方才中央空调留下来的 最后一点点凉物 被侵吞不见 小九瞬间感觉 如同被放在火上烤一样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男友温柔的声音再度响起 很热吧 从今晚开始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 你们所熟悉的那个地球 在这个新世界里 按照你们的计量方式 现在是 56摄氏度 小九呆住了 56摄氏度 已经足够平常人重症重数 脱水而死几个来回 这时男友突然上前抓住他的手 小九 这么热的天 你出汗多吗 或许你还没有发现 你已经是进化者 拥有了高温适应性 虽然你还没进化出高级能力 但是潜力无穷啊 小九用力甩开男友的手 恐惧地询问道 你到底想对我做什么 男友露出阴森的笑容 一步步朝着他走去 在末日来临之前 我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吃掉你 会使我变得更加强壮 鲜嫩弹牙的皮肉 美味多汁 三分熟 刚刚好 小九 你就是我的牛耙 这个男人因为末日即将来临 竟然想吃掉相伴多年的女友 望着如同怪物一样的男友 一步步逼近 小九奋力地朝着门口跑去 才发现房门早已被上了锁 怪物男友已靠着房门冷笑道 乖乖让我吃了吧 做我的养分 我保证不疼 看着如此变态的怪物 小九拼命地朝着窗口跑去 忽然 他踩到一块碎玻璃 脚一滑 再倒在地 怪物见此机会猛地跳起 张大裂开至两塞的嘴 疯狂地朝他袭来 慌乱之下 小九直来得急翻了个身 突然一声惨叫响起 四周变得寂静无声 男友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的小九 你哪里来得到 小九得意地露出笑容 谁告诉你 我只进化出了两种基础能力 早在一个月前 我就已经进化出了特殊能力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怀疑你接触我的目的 男友脸了咧嘴 无奈地笑道 小九 你真不愧是我当初一眼就看上的潜力种子 说完便彻底没了生气 经过这场生死危机 小九缓缓从地上站起 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 喝完后 长舒了口气 回忆起这诡异能力 小九有些感慨 一个月前 他突然晕倒 醒来不久就发现自己有了奇怪的能力 只要他愿意 就能将手掌碰到的任何物理 转化为卡牌存进身体里 每天最多只能转换四次物理 要用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念头 卡牌就会在手掌上还原成本体 当他发现男友的异常后 就将厨师刀变成了卡牌 藏在了身上以防万一 没想到这次竟然派上用场 小九对着男友的尸体轻轻一点 顿时尸体化成一道光束 缓缓形成一张卡牌 卡牌上清晰地记录着 所有关于男友的过往和来历 扔掉卡牌后 他望着窗外炎热的新世界 陷入了沉思 连他这样净化出了高温适应能力的人 都快热得受不了 不知道普通人会是什么样了 忽然间小九打了一个机灵 出门 他怎么差点把自己的闺蜜都给忘了 全球变暖 气温骤然升至56摄氏度 整个世界变成火炉 末日来临 人类该如何生存下去 望着窗外 小九感慨着这么可怕的温度 连他这样净化出高温适应能力的人 都热得受不了 普通人又会是什么样了 突然 他想到了自己的闺蜜 于是决定去闺蜜家看看 因为全程断电 他通过消防通道向着出口走去 却发现一路下来一个人都没有 正当他觉得奇怪时 来到地下停车场才知道 原来在断电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跑进车里 靠着空调里的凉气蓄灭 突然一个男人从小九身后袭来 嘴里大骂着 你们这帮不要脸的 老子干死你们 说着绕过他 拿着板砖向着某辆汽车疯狂杂举 你们在车里开空调 却让老子受过 你们不是好东西 给老子滚出来 话刚说完 男人就被人一拳打晕 望着这一幕 小九无奈地想着 车里的空调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 油盒垫一旦用完 就凭车外的恐怖高温 恐怕这停车场里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求救的男人 小九头也不回地 来到自己的跑车前 发动跑车 风驰电车地朝着闺蜜家赶去 来到闺蜜所住的小区 小九大声呼喊 用力拍打着钢铁大门 希望门卫大哥能来开门 却没有任何响应 如今这种情况下 门卫怎么可能还在 想到这 小九用尽全力使用起 自己的特殊能力 铁门开始剧烈摇晃 发出刺眼的蓝光 随后化成了一张卡牌 看完卡牌上的介绍 小九随意地将卡牌收起来 快步朝着闺蜜家赶去 此时在小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保安室里的门卫 早已已变成了怪物 正通过监控喘着凑气 贪婪地注视着她 当小九站在闺蜜门前的时候 她已经呼吱呼吱地 喘成了一头牛 刚才收起铁门的那一下 实在耗费了她太大的体力了 又一口气爬了四楼 你在不在 开门 我是 是小九 401事理安静无声 她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胃领 万一朱美在屋里昏了过去 她可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自从今晚12点以后 她已经转化了三样东西了 任男的尸体 头发 和铁门 今天的名额只剩下了一个 可是朱美家却有两道门 小九不甘心地一边叫 一边不断碰碰地砸门 心里焦躁极了 刚才下车的时候她就注意到了 气温似乎还在一直不断地攀升 同她繁热的体感来判断 此刻的温度绝对不止56摄氏度 朱美一个平常人 能撑得过来吗 忽然吱哑一声 401事的入户门开了一条缝 朱美 你怎么样 小九松了一口气 然而开门的人却不是朱美 而是一个年约五旬 生着一张鹅蛋脸的中年女人 那女人猛地被亮光一照 忙用手挡了挡 可就是这么一刹那 也足够小九瞧得清楚了 啪的一声 小九的手电筒摔到了地上 她死死地盯着眼前出现的中年女人 颤抖地说道 妈 她只觉自己的脑子浑成了一团江湖 妈 你怎么 你怎么在这儿 你没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人几乎快要落泪了 她忙一把拉住小九的手 快进来快进来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妈都要担心死了 小九浑浑噩噩地被她给拉进了 在门口站住 她一时千头万绪都盘旋在心头 就是不知道应该开口说什么好 突然一个问题瞬间脱口而出 妈 你怎么会在朱美家 朱美呢 林妈妈抹了把眼泪 拉过一把椅子 示意小九进屋坐下 这才哽咽着说 自从天气变得这样不寻常以来 我就一直担心你担心的要命 今晚上听说这儿的电网瘫痪了 我赶紧就过来了 打你电话打不通 只好先来朱美这儿 看看能不能等到你 可是朱美好像不行了 林妈妈抽气了几声 说道她是个好孩子 我知道你们关系好 你千万别太伤心 黑暗中小九安慰道 我来的路上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老天爷要收她 也是没办法的事 万幸的是 妈你一点事都没有 这比什么都强 林妈妈笑着看着女儿 你爸也没事 正在屋里休息呢 我这就去叫她 说爸转身就要走 老头子 快出来 小九来了 话才刚开了个头 只听脑后一阵疾风席致 林妈妈猝不及防 头上已经哐当一声重重地挨了一下 灯石身子一软 倒在了地上 小九偷袭得手后 却没有松开手 反而紧紧地攥着椅子把手 如临大敌似地盯着卧室的方向 一时间 静谧的房间里 只有她自己粗重地喘息声 紧接着 卧室门后响起了脚步声 一个宽肩高个的男人站在门口 又惊又怒地瞪着眼前的这一幕 你这是干什么 那可是你妈 她怒吼着朝着小九说道 小九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感觉到手臂和大腿上的肌肉由于疲劳 正一跳一跳 我比你还希望她是我妈 可我爸妈十年前就车祸去世了 从认识到下葬 都是我一手扮下来 你们两个到底是谁 我朋友又在哪里 在末世来临后 原来只是普通人的小九成为了进化者 不仅拥有了超高的热性抗体能力 更拥有了能将一切物品变化成卡牌的能力 曾凭借这个能力 惊险地反杀掉想要吞噬她的怪物男友 为了解救闺蜜 她来到了闺蜜家 却意外地在闺蜜家中遇到了死而复生的父母 可她的父母早已死去多年 望着被自己用椅子拍倒在地上的女人 小九对这未知的一切感到紧张 这时女人忽然发出了一声低音 打破了房间里的僵持气氛 刚才那一下 还真有点疼呢 看着女人一边揉着后脑勺一边站了起来 小九直觉自己的眼角都在抽动 女人站直了身体 咔咔地活动了一下脖子 瞬间变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人物 哎呀呀 真是的 天下那么多父母双全的 偏偏叫我们遇上一个孤儿 而另一个男人 此时也变成了一个红发玉剂 朝着少年问道 你没事吧 少年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当然没有 毕竟是他妈 他没舍得用力 欲解无语地吐槽道 是吗 我怎么看着凳子腿都断了 看见两人这么旁若无人的样子 小九心里直发苦 他悄悄地往后退去 颤声问道 你们也是来自新世界的人吗 少年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哎呀 原来你知道这么多吗 倒是小看你了 怪不得下手这么利用 嗯 刚才我就发现了 看你的样子 大概已经进化了一点了 潜力值一定很高啊 小九后退一步继续问道 我的朋友 真的已经死了 少年夸张地耸了耸肩膀 人就在洗手间里 好像是脱水太厉害了 想要去喝水吧 不过你们这地方的水库 好像早就蒸发了 反正自来水管子里 一滴水也没流出来 对了 你朋友的死相很不好看 我劝你最好不要看 听到少年说闺蜜已经死了 小九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少年贪了贪手 无奈地说道 嗯 总而言之 我们来的时候 你朋友就已经死了 并且我们对你也没有恶意 小九看着少年 警惕心部由运转到了最大 既然没有恶意 那为什么又要装成我父母骗我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父母呢 这一回没等少年回答 红发玉姐率先开口了 是我想让你进来的 刷的一声金属划过的声响 只见红发玉姐的指甲 猛然伸长了半米 在黑暗中闪出了悠悠的光泽 我就是想看看这个世界的人 进化到什么地步了 几乎在红发玉姐指甲 弹出来的一瞬间 小九便迅速地拿起地上的引子 用力地往前一跑 拦住了两人的来路 自己飞快地转身就跑 还好刚才进屋的时候 他没有关门 这才有了一条逃生的路 他头也不敢回 一路狂奔 身后果然想起了追赶的脚步手 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逃命 然而随着剧烈的跑动 他身体里的氧气仿佛被挤干净了似的 肺部开始灼热地疼了起来 每次大口呼气都带着滚烫的温度 眼看着小九就要跑到小区的大门口 耳边突然响起了锐利的金属破空声 小九赶忙转身 准备使用卡牌进行攻击 追来的两人见此 顿时一愣 少年赶紧解释道 别冲动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 不会伤害你的 小九却丝毫不信 认为他们就是想像前男友一样吃掉自己 少年文言呆住了 指着小九问向身旁的郁姐 你想吃掉他 郁姐满头黑线地吐槽 吃你的鬼啊 我只是好奇 想要测试一下他的潜力而已 随后双手一摊说道 我把指甲都收起来了 可以好好谈谈了吗 小九正欲回答 这时少年突然指向他身后示意他小心 小九表示 我信你的鬼 你个糟老头 话刚说到一半 一阵咕噜咕噜的诡异声从他后方传来 只见小九身后出现了一个怪物 手里抓着一个女人正一步步地朝着他走来 原本应该死去多年的父母忽然死而复生 原来竟是新世界的进化者变化而成 刚逃脱两个进化者的追捕 小九却再次遭遇到了新的危机 此时一个异变的人类 手里抓着一个女人朝着他走来 看着眼前这个穿着保安服的怪物 小九呆住了 一旁的少年赶忙警告道 快离他远点 那是堕落众 话音刚落 怪物突然猛地将手中的女人 狠狠地朝着小九扔来 小九赶忙闪身躲避 怪物却趁此机会冲到了小九身前 猛地将他扑倒在地 用他那根蚊子口气一样的尖刺 舔噬着小九的脸 嘴里还嗡嗡地发出了人类的语言 皮肤好有弹性 酒水一定很足吧 见到这一幕 红发玉姐慌忙拉着少年准备逃跑 少年却猛地甩开玉姐的手 我去跟他过过招 你去救那个女人 说完 少年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可爱娇小的小萝莉 朝着怪物喊爸爸 看见小萝莉 堕落种明显地顿了一下 快不来到小萝莉身前喊道 妮子 你怎么在这里 小萝莉则软糯地回道 爸爸 你上夜班太辛苦了 我太想你了 就跑过来看你了 我们快回家吧 妈妈还准备了你最爱喝的可乐了 听到回家喝可乐 堕落种仿佛是被刺激到了某个爽底 忽然猛地朝着小萝莉冲来 家人的体验 对爸爸是大补啊 我好高兴 莫用回家了 就可以喝到脸 望着冲过来的堕落种 少年吓猛了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变化术也随之消散 绝望的喊了 马瑟 救我 堕落种看着眼前突然大变活人的表演怒 你耍我 我要吸干你 就在尖利的口气即将刺破少年的胸口的时候 马瑟一手长长的指甲就已经狠狠地撞了上去 堕落种的口气顿时被撞得一样 不给马瑟反应的时间 堕落种趁此机会猛地一脚将马瑟踹飞 望着倒地的三人嘴里发出怪叫 霍霍霍 这么着急干啥子 马上轮到你们了仨 少年的能力有多逆天 前一秒还是少年 下一秒就变成了萝莉 可是在逆天的能力 也得对着怪物喊爸爸 望着倒地的三人 堕落种并开地怪叫着朝着小九冲来 咕噜噜 红酒 迫不及待的红酒 漂亮的小妞 我要把你吸得一滴不胜 望着即将冲到身前的堕落种 小九稳如老狗 拿出了之前变化成卡牌的铁门 找准时机 朝着堕落种扔去 忽然一个巨大的铁门凭空出现 猛地把怪物砸得稀巴烂 巨大冲击力也将小九震飞了出去 这时少年和玉姐也匆匆打开 少年伸出手把小九从地上拉起 开始自我介绍道 我叫卢泽 很高兴认识你 而我身旁的女人是我的另一个人格 她叫马瑟 小九有些疑惑 另一个人格 什么鬼 卢泽则解释道 在我那边的新世界降临以前 我是全球范围内真正被确诊 患有人格分裂的第二例病例 后来 我进化了 就把马瑟分化出来了 不过目前我俩还不能离得太远 这其中涉及到我的能力 说起来有点麻烦 你也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你父母 这也是我的能力 小九不懈地表示我也没想问这么多 卢泽尴尬地解释 哎呀总之 马瑟是一个生命科学家 对刚刚进化的人类非常感兴趣 所以他刚才才有点着急了 望着小九怪异的目光 马瑟急忙点头 嗯 着急了 小九内心则暗想 看来卢泽的其中一个能力就是化形 而变换出来的形象看来是随着目标而变换 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所不同 作为杀手锏是不能轻易透露给别人的 这样也好 我也没必要把我的能力说出来 小九继续朝着两人问道 你是说不光你自己可以进化出能力来 连你分化出来的人格都可以 内招这样下去 你岂不是一个人就等于一个军团了 卢泽听完顿时乐了 大笑道 哪有那么简单啊 目前这能力积累得要命 除了他的指甲 马瑟现在连人都伤不到 好了好了不说了 能力泄露太多会死人呢 大姐能否介绍一下自己 小九一听大姐的称呼 愣了愣 别叫我大姐 我不比你们大多少 我叫零三九 刚刚进化 卢泽一听觉得名字挺奇怪的 于是表示道 以后就叫你小九吧 说着指向一旁的马瑟 对了 你脖子上的伤就交给马瑟吧 他可是读过两年军医的人 小九惊讶地想着了 分化出来的人格难道也有自己完整的人生经历 这能力逆天啊 三人就这样边走边聊 通过卢泽的解释 小九明白了堕落种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原来堕落种是一种 没有成功进化出高温适应能力的进化人类 他们丧失了情感 变成了渴求血液的冷血怪物 在小九走后不久 闺蜜家中缓缓走出了一个女人 正是她的闺蜜 此时已经一变成了堕落种 这个男人的能力有多爽 不仅可以变化成任何一个人的模样 还拥有着将另一个人格具现的能力 而她的另一个人格居然还是个漂亮欲姐 回归正题 当小九和卢泽二人离开不久后 小九的闺蜜竟然死而复生变成了堕落种 毫不知情的小九此时正和卢泽边走边聊着 当卢泽听到小九诉说 自己的前男友是个进化者 想吃掉他时 有些惊讶 他一直以为这种吃人的能力是都市传说呢 没想到真的存在 而一旁的马瑟则开口解释道 你前男友的能力应该就是通过吃掉其他进化者来提升自己 吃的进化者越多 越强 他也就会变得越强 算是吞噬类的进化者吧 卢泽暗自扎舌 这能力还真是可怕呀 还好小九你遇到他的时候 他才刚进化没多久 才会这么轻易地被你给干掉 不然假以时日 他得厉害成什么样 说着转头问向马瑟 他会不会是从咱们给世界过来的呀 马瑟摇摇头 应该不是 咱们世界的进化者我都有过了解 我的信息库里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呢 卢泽将手撑在脑后悠闲地说道 是不是等会见到尸体再说吧 说不定能找到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小九你那边远吗 小九点点头表示 离得不远 开车很快的 心里则感叹着 马瑟虽然无法实战 可是身手敏捷 个性冷静 阅历也广 感觉上倒是比卢泽靠谱多了 走到半路上 马瑟二人表示有些口渴 小九快速地从包里拿出几瓶饮料递给他们 二人也不客气 抱着饮料就狂灌起来 喝完可乐的卢泽打了个宝宝 疑惑地向小九询问 这是什么水 味道这么奇怪 小九无语地回道 可口可乐呀 你们那个世界没有吗 此时马瑟也感慨地说着 没有 毕竟是两个世界啊 听到这话 小九顿时来的兴趣 你们给我解释解释吧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多少个不同的新世界啊 马瑟迅速开启了老师教学模式 你听说过平行空间理论吗 小九举起手回答 这个我知道 在我们的宇宙之外 存在着无数个平行宇宙 每一次的测量行为 甚至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不同 都可能会分解 创造出一个新的平行空间 小九刚说完 卢泽就跑进停车场 倒来了一辆跑车 三人上车后 马瑟继续着对小九的教学 你对平行空间的理解 跟我的理解还是有些出入的 在我们的世界里 一共有43亿人 每一个人一生中 所做出的每一次选择 都会分裂出一个新空间 比方说你今天早上选择 走左边的那条路 那么在另一个空间里的 你就会选择右边的路 而新空间里的每一个人 又会持续不断地 创造出新空间 这样算起来 一共将会有多少个新世界呢 谁也算不清楚 这个数字将会是无穷大 原来我们都在自己的空间里 生活得好好的 一辈子也不会遇到 另一个空间里的人 可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有的平行空间开始变异了 就像你现在的世界一样 小九开着车再次询问 难道所有世界都像我这里一样 变成了高温环境吗 马瑟摇摇头解释 不一定 我们的世界里 是由于发生了一场病毒实验泄漏 超过一半的人 都死在了病毒造成的瘟疫里 谁也说不好 到底有多少个平行空间 同时变异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数字绝不会小 当初我们从病毒中活了下来 也进化了 接下来只要努力生存就行了 在第十四个月的最后一天 我和卢泽已经适应了 那个充满瘟疫和堕落种的新世界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卢泽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一个巨大的头子 听到头子 小九一惊 猛地踩了个急杀 快步走下车 望着附近歪歪扭扭停放的车辆说道 从刚才我就注意到了 有十几辆车都是这种情况 车门敞开着 里面的人都不见了 车里明明还有油 空调也明明还开着 你们看 就算人走了 但衣服 鞋子 甚至是贴身的那衣裤却都留了下来 听完小九的话 卢泽和马瑟沉默了 大家都想到了某种可能 小九倒吸了口凉气继续说道 这些人 像不像是突然间就人间蒸发了 如果全球开始慢慢变暖 气温骤然飙升到了59摄氏度 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断了电 在这种极端的天气下 作为幸存者的你又该如何活下去 而我们女主角小九则觉醒了 那高温的特殊能力 经历了数次危机 跟随着另一个世界的伙伴们 朝着家里赶去 当他们再次回到小九的豪华公寓时 不得不面临一个可怕的问题 那就是爬楼梯 因为小九夹在恐怖的38楼 经过漫长的爬楼 他们终于来到了第25层 此时的三人早已累得气喘吁吁 正准备休息一番 突然听到房门被打开的支嘎声 三人瞬间一惊 谁在那里 这时门后传来一道女人的声音 我住在这里 我是出来找我老公的 你们是谁 文言小九暗自猜测起来 这种高温下普通人基本无法生还 这人是净化者还是堕落主 随即他大声喊道 我也是这里的住户 你现在慢慢地走到楼梯旁 把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看 听到这话 门内的女人有些疑惑 啊 这是为什么 犹豫片刻后 还是推开门走了出来 女人打着火机 望着前方的小九惊喜地说道 是你 我在楼下见过你 说着缓缓朝三人走去 你大概没留意过我 我却见过你好几回了 你和你男朋友总在楼下散步 他个子高高的 可帅了 对不对 小九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这时女人又转头对着卢泽询问道 我姓孔 叫孔云 你们见过我老公吗 发现他盯着自己 卢泽有些无语地回道 那个 孔大姐 你老公啥样啊 没跟你一起在家吗 听到卢泽的话 女人突然流出了眼泪 哽咽地开始了诉说 昨天晚上 他和老公本来在床上睡觉 可是睡到半夜忽然停电了 把他热醒了 他一醒来 发现老公人没了 床上就剩下老公的睡衣 他觉得老公肯定是出去了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白天他也不敢到处跑 女人捂着脑袋恐惧地继续说道 你们说 这鬼天气怎么会变得这么吓人呢 我下楼找保安 也不知道他们是昏了 还是死了 全躺在地上 把我吓得半死 说着低声抽气起来 这时站在女人身后的马色 朝着小九打了个手势 小九心中了然 他们回来的目的是为了查看一下前男友的尸体 而这个女人有什么能力也不清楚 不能让她跟着 以免节外生枝 随即小九告诉女人 他们打算回家一趟 让女人先回家休息 一会再来找她 女人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走之前 小九看着女人干裂的嘴唇 拿出了一瓶水朝着女人地去 你要不要补充点水分 女人突然惊恐地向后退去 颤声说道 啊 我不喝水 我不渴 小九见到这一幕 脑子里充满了疑惑 这时女人似乎也察觉到自己的异常 上前接过小九的水 嗯 我是说 好吧 我喝点 谢谢你啊 告别女人后 小九三人继续开始了爬楼 而在他们走后不久 女人脸色阴沉地打开水 将手里的水缓缓地倒在了地上 如果全球开始慢慢变暖 气温骤然飙升到了59摄氏度 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断了电 在这种极端的天气下 作为幸存者的你又该如何活下去 而我们的女主角小九 此时正和小伙伴们回到了家里 推开门 望着小九家空旷的客厅 奢华的装修 卢泽吃惊地开始了嘴炮模式 这间公寓也太大了吧 你家客厅里竟然还有私人电梯 没想到小九你居然是个富婆呀 小九无奈地将拦路的一拉罐踢飞 这不是我家 是我的前男友把我骗来的 这也不是他的房子 他是吃掉了这个房子的原主人 然后自己住下 纠战却朝楼 说着小九继续朝屋内走去 我去找下他的尸体卡 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得嘞 卢泽一屁股躺在舒适的沙发上硬道 马瑟则表示自己饿了 打算去厨房弄点吃的 回到曾经和怪物男友战斗的卧室内 小九捡起了被自己扔在地上的卡牌 望着卡牌上关于男友的资料 一时间有些出神 而另一边 马瑟已经打算动手做起了料理 趴在厨房门边的嘴强王者再次上线 马瑟 你就正常煮粥就行了 千万不要再搞什么创意料理出来 哎呀小九出来了 咱们先看看尸体 然后再说吃的吧 听着卢泽喋喋不休的话 马瑟将厨具一扔 傲娇地哼了一声 这时小九使用能力 将男友的尸体具现了出来 看着躺在地上的丑陋尸体 卢泽忍不住又开始了吐槽 这就是你说的认男 高富帅 哎呀妈呀 这样也叫帅 你们这个世界的审美标准看来有些与众不同啊 小九赶紧绕开了这个话题 我刚才在房里看过了 他没有什么背包箱子之类的东西 我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也没见过他随身盖过什么包 一旁的卢泽文言 赶紧凑上前开始了摸尸 这你就不懂了 我来给你上一课吧 在新世界里 咱们都有可能因为机缘而得到一些价值比较高的特殊物品 这些物品形色各异 功能各异 如果你有那么几件好东西 可得记住我 千万不能随随便便地装进包里到处走 固然遇上心怀不轨的人 抢了你的东西也就算了 怕的是谋财害命 哎 有个耳钉 说着卢泽一把将耳钉从尸体耳朵上扯了下来 随即朝着地上一弹 耳钉在地上啪啪地滚了几下 瞬间变成了一个闪闪发亮的药品 上面则写着 能力打磨药剂 初级进化不适用 看着这个耳钉变成了药剂 小九疑惑不解 奇怪了 这耳钉还是我送给他的呢 怎么里面会藏了这么个东西 身旁的马色全书向小九解答 所有的珍贵物品 都是新世界降临后财产出来的 因此都具有某些奇怪的特性 它们可以以分子的形式 将自己完全融入到另一个物品之中去 当你想要取出来 它们便会以分子的形式拖出 进行重组 重新变回本来的模样 虽然藏在什么东西里都可以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大家一般会把珍贵物品放在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里 这时继续摸尸的卢泽再次发现了人男的钱包 打开一看 里面只有一张纸片 上面还留有字迹 看完字迹上的内容 三人都震惊不已 我没看错吧 这是 怪不得这个人难能提前来到这个世界 居然有这种东西 只嘎 房门被人轻轻推开 三人猛地转头朝着门口看去 而小九迅速地掏出卡牌 具现出一把水果包 大声喊道 谁 门外传来一道女人的声音 是我 我是楼下的孔云啊 在末日高温爆发后 这个女人不仅将珍贵的水资源倒在了地上 还大半夜地跑到主角家蹭饭 她究竟有什么目的 此时小九在家中正和小伙伴们讨论着关于新世界的话题 忽然 门外响起了邻居孔云的声音 原来你们这里有手电筒啊 他一边说着 一边推开门朝着房里走来 听到孔云的话 小九看了看手里发光的瓶子 这才反应过来 迅速将药剂扔给卢泽后 又将男友的尸体还原成了卡牌 卢泽接过药剂也猛地往手臂一按 药剂瞬间消失 这时孔云也正好来到了房间里 看着不请自来的邻居 小九警惕地询问她是怎么知道自己住在哪里的 孔云则表示是因为以前听保安提起过 说着擦了擦汗 吐槽小九家楼层太高 她爬上来都累得够强 望着眼前表现自然的女人 小九稍稍放松了下来 于是几人商量了一番后 决定做点吃的 孔云和马瑟立马自告奋勇地跑进厨房忙活了起来 饭桌上吃着诱人可口的香粥 众人纷纷夸赞孔云的厨艺好 老公有福 这是小九好奇地询问孔云 你老公不见后 你就没去找找 孔云则告诉小九 她从半夜起来就一直在寻找了 可是老公的电话打不通 楼下的保安也昏了过去 她曾经开车出去找 结果看见外面很多人跟疯子一样到处乱跑乱撞 她被吓得跑回了家 才放弃了寻找 那你有没有发现 自己有什么不同于往常的地方 听到小九这话 孔云恐恐咒缩 手里的勺子也掉进了碗里 慌忙表示自己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看着孔云的反应 小九内心暗自猜测起来 难道她的进阶能力还没有被她发现出来 而她的言语之间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等下去 缺食 缺水 最终也是个死 算了 没必要将这个女人的支柱打碎 在这种情况下 失去了希望和外面的严酷环境一样 对于人类来说同样致死 吃完饭后 孔云希望马瑟送她回家 马瑟答应下来 随着她一起离开 而小九和亚瑟则开始收拾起了碗筷 看着孔云碗里剩下的大半碗汤水 小九终于确定了孔云不是普通的进化者 因为天气这么热 即使是进化者也会处于轻微脱水状态 每一滴水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尤为珍贵的 可孔云的碗里所有食物都吃了 却唯独剩下了水 所以孔云很有可能已经不是人类了 分析完孔云的异常 小九边说边朝着门口冲去 快 我们快下去 马瑟一个人跟她在一起不安全 在末世之下 这个女人有多会装傻 明明拥有着恐怖的特殊能力 却装成普通人伺机对幸存者下手 刚收拾完碗筷的小九 想到孔云的异常 便和卢泽马不停蹄地朝着孔云家冲去 推开门 只见孔云和马瑟正和谐地吃着苹果 他们看到冲进来的小九二人都有些猛逼 小九也不过多解释 四处打量起周围的环境 看着四处观察的小九 孔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迈步上前朝着小九递出一张照片 这就是我的老公 是个特别温柔的人 我真后悔 早知道会和老公分开 肯定不会对他吼半个字 看着神色如常的孔云 如色悄悄朝着小九吐槽 你是不是太多意了呀 小九却没有放松警惕 毕竟在这漠视之下 人心难测 他继续观察着四周 看着饮水机下水桶里的水是满的 水桶却没按在饮水机里 再次看向鱼缸 里面的水却是早已干涸 他继续走到种植植物的盆栽面前 盆栽里的植物也都早已枯萎 这些变化让小九心中了然 这时 小九漫不经心地来到冰箱前 对着孔云询问道 你家冰箱里有水吗 我给你拿点水喝吧 这一句话果然令孔云慌乱起来 不用了 我不可 看着慌张的孔云 马瑟并没有起疑 他反而希望孔云 该会能和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百货大楼干涉 因为那里资源丰富 食物和水源都很充足 孔云却表现得有些犹豫 表示自己一定要等老公回来才行 水泡模式 你就没想过你老公不见了 是为什么 人在死亡来临之际 不是都会想跟自己最重要的人在一起吗 说不定你老公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也不一定 这话好似激怒了孔云 你怎么敢这么乱说 说着愤怒地想要抓住卢泽狠狠地揍一顿 没想到 刚伸出手 下一秒就被小九一脚踢飞出去 此时还没搞明白状况的卢泽 还在吐槽 小九 你是不是太粗暴了点 小九魔中泛冷 冷哼一声 粗暴 他其实早就已经发展出能力了 而且是很恐怖的能力 千万不要让他碰到你了 孔云慢慢从地上爬起 脸色怨毒地望着小九低沉地说道 原来你已经知道呀 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就是牛逼哄哄的特殊能力者 在末日高温炼狱的世界里 主角小九觉醒了特殊能力 能够将任意物品变为卡牌 这次他将面对同属特殊进化者的敌人 他会如何化解这次危机呢 听着孔云承认自己是特殊进化者 小九顿感疾首 因为特殊进化者能力诡异无常 要比堕落种更难对付 于是小九决定周旋试探一番 他冷静地对着孔云分析道 你已经发展出了一项进阶能力了吧 不出意外的话 我大概也知道你的能力是什么了 孔云一听果然来了兴趣 没有继续动手 小九则开始了推理 鸡肉 大米 观赏鱼 冰箱里的菜 还有水 我们在楼上吃饭才花了多久 你的碗里却一粒粒粒都没剩 甚至鸡皮和鸡骨头都消失得像没存在过一样 唯独留下了汤水 你家中的鱼缸中没有鱼 但却有骨腥臭味 盆栽中的植物也消失了 从土坑中来看 明显是刚拔下来没多久 就连冰箱里也没有任何蔬菜类食物 只留下了包裹蔬菜的保鲜膜 另外 你对水很敏感 饮水机旁没开封的水桶 冰箱里整齐的饮料 在这种高温下 也太奇怪了吧 如果我猜得没错 你的能力大概是能够将所有形式的生命体 化为你生存所需要的养分 只要你碰到了目标 很快就能够将其吸收得一干二净 听完小九的推理 马瑟震惊无比地惊叹道 所有生命体碰到就能吸收 这可不只是生存类能力了 如果用来战斗就太可怕了 卢泽则好奇地询问小九 他为什么不喝水呢 小九无奈地对着卢憨憨解释道 大概是能力改造了他的身体 使他无法正常地摄入水 对他来说 所有的水分和养分 都只能从其他生命体中吸收 听完小九精彩的推理 孔云叹了口气 我身上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一开始没告诉你们 是害怕你们会恐惧我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吸收活人的 可是我身体虚啊 家里所有能吸收的我都吸收了 可还是觉得虚 虚得难受啊 说着缓缓朝着小九三人走去 本来刚看到你们 我一点都没想过吸收的事 即使虚弱感不断 我也强忍着 不过我现在非常讨厌你们 我要把你们都吸收掉 望着即将动手的孔云 小九三人顿时摆好了战斗准备 这时 卢憨憨率先发起了进攻 只见他对着孔云 就是凌空一脚飞踢过去 结果瞬间就被孔云用右手挡住 双手顺势一抓 随即猛地砸向地面 落地后的卢则被孔云抓住 左手开始玩弄起来 卢泽顿时被揉虐得惨叫连连 马瑟见此 飞身一招九阴白骨找出来 才终于让孔云松开了手 可此时卢泽的左手早已被吸干了水分 见此大好时机 小九立刻从孔云身后一刀横踢过去 谁知孔云转身一招空手接白刃 稳稳地将小九的刀挡住 并趁机夺了关 小九顿感大势不妙 震惊地询问道 你会武术 孔云松开了手里的刀 阴侧侧地笑了起来 你们三个还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 既然如此 那就乖乖地化为我的养分吧 在牧师急温下 这个女人觉醒了特殊能力 她能够将处碰到的任何生命吞噬吸收 当小九三人与孔云交流无果后 战斗一触即发 卢泽率先发起攻击 却被孔云轻松挡下 左手被吸干水分 还好马瑟及时解决来信念于难 见此时机 小九横刀挥出 孔云转身一招空手接白刃淡定挡下 顺势夺过刀 丢在地上 随即一把抓住小九 猛地朝着马瑟砸去 顿时将两人砸得晕头转向 孔云缓缓走到两人身前 阴沉地说道 每吸收一个人 我的身体感官都会变得更加敏锐 反应能力也大大增强 力量大到连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所以说 反抗是无畏的 乖乖地化为我的养分吧 当孔云的手即将触碰到小九之时 小九突然开口道 我知道你的老公去了哪里 一听这话 孔云顿时收回手 激动地询问 你说什么 你知道我老公在哪 快告诉我 小九冷静地分析道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 小区附近待在车里的人都凭空消失了 只留下了衣物 他们都是被你吞噬的吧 可是回来小区时 停车场里的人几乎都热死在了车里 地上也没有出现人消失 衣服还在的状况 这应该是你有所顾虑 所以才没有在小区内下手 这也一度让我对你放松了警惕 孔云冷冷地表示 是又怎样 看着孔云还没明白自己表达的意思 小九表情古怪地继续解释道 你之前说你昨天晚上醒来的时候 床上只剩下你老公的睡衣 对吧 孔云焦急地回道 是啊 突然身体一震 像是想到了什么 却又不愿相信 Bingo说着小九从地上站起身 你老公找到了 我来帮你回忆一下了 你本来正躺在床上睡觉 渐渐地越来越热 越来越渴 这时 身边传来男人温柔地询问 你抓住他的手 低声回应说 我好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的能力不知不觉地发动了 迷迷糊糊地把你老公吸收了 当你清醒起来后一看 哦呼啊 自然就只有他的睡衣还留在床上 听完小九的分析 孔云不敢置信地大声咆哮道 你胡说什么 你只是不想被我吸收掉 所以才在这儿瞎扯 小九不屑地冷笑道 是吗 那我问你 你醒来以后 口还渴吗 孔云终于彻底明白 他崩溃地跪倒在地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随后泪水夺筐而出 趴在地上低声抽气 人人都说他配不上我 是我配不上他 他是那么好的人啊 见此 小九转身低声对着马瑟说道 走 还愣着干嘛 不趁现在赶紧走 等他清醒过来 吸收我们吗 马瑟听完一阵沉默 随即扶起倒在地上的卢泽 三人快步朝着门外走去 他们一路紧张逃跑 气喘吁吁地来到十四楼 卢泽赶忙喊泪 想休息一会 小九却焦急地催促道 不能停下 万一他追上来就糟了 他那能力太bug了 我们随时都有被秒杀的风险 快 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此时 另一边的孔云 也已经止住了悲伤 他脸色怨毒地从地上站起身 随后壮丝癫狂地 朝着小九三人离去的 楼道狂奔而去 零三九 你们别想逃 我一定会弄死你们